来 这边机会来了 大马 漂亮 球进了 后防线上 河南建议队出现失误 多力抽射封门 下半时开场五九 广泽人渠全队抓住机会 首先获得领先 这球首先是我们看到阿马尔 在前展上继续的比较 也是获得对方回顶出现失误 这样多力也是抓住机会 而且胜门方面的多力是非常的果断 把球是打向远角的 在前展的紧逼 也是造成了三颗的防守出现失误 这一顶力量不够 结果他是刚好到了多力脚下 所以跟进之后一脚上门 希望能够振奋一下球队的信心 上半时感受到的压力很多 微危险 投球 漂亮 河南建议队很快追踪了比分的 这边三号三颗 将功补过 对 这球还是顶得比较精彩 卒队 但是自己也是收获了第二个赛季 赛季的第二个丢球 顶的角度比较刁端 对 确实也显示出他的空降 三颗 在左边我们看到 十字玄队又要准备换成调整 七号陈兆琦准备上 加强进攻的一个信号 现在是红权换人 把剑换下 上场就是七号陈兆琦 三号陈兆琦 十字玄队也是曾经误选过香港代表队的一种决战 三名防守球员的一个加强 最后球还是没有能够拿回来 还是在对方讲下 黄启阳 太脑空当了 交给卡通哥 对 非常漂亮 这几样的配合 扣一下左脚车门 比较的惊险 选择打进架 还是选择这样的高空球 调到禁区 在超快篮危险 好的 代鼻脚 哎呦 这球还是被对方打进了 对 在这球 看 敲到后点 比较大门 国足性能铺了一下 球弹在立柱上 但是这球运气也不是很好 再看 赤足刀 其实能够铺到第一下呢 也是算是不错的表现 如果能够把球直接铺出去的话呢 就更好了 运气欠佳 弹回来刚好落在 没事 后面 和你